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 是鹰哥区建国里长者共餐活动 不说你还不知道菜盘内的佳肴 一半都是李明自己栽种的 里长林清德表示 斗阵农场的创意 来自五年前新北市政府 推动可食地井的政策 现在则成了李明日常的消遣 同时也是里内最重要的建树之一 五年前开始政府推动 这个食井地地 这座费地在食用的动作 政府补出一点点的材料会来做形成的 目前这边大概有八十块的小农地 一点点年龄大概有一坪多的土地 让它种植 看着农作物的成长 老人家会非常的高兴 很多蝴蝶啊青蛙都会跑出来 总共两百多坪的面积 在成为斗阵农场之前 原本是一片荒地 经过制衣工的翘首之后 开放李明申请任养种植 平常灌溉用的是共餐厨余 有机耕作有善农地 里长林清德说 这块空地来自一位高龄九十多岁 陈老先生的善心 就是由我们当地的地主啊 因为陈先生啊 陈老阿公啊 他已经九十岁了 九十二岁了 他也没办法种植了 他以前还有养了很多猪 那让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 那养他把他的子女养党大以后 那花贼已经也太浪费这个土地了 所以他提供给本里来做 这个稻丁龙丁的这个场地这样子 季节性的蔬菜 像现在是小黄瓜 啊长得很快很多 还有蔬瓜 还有那个叫做哺话 哺话 那今天我们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蔬果 让老人家来享用 各种季节性蔬果 收成之后就成了长者共餐的盘中佳肴 里长林清德通常也借由共餐时间 宣导可食地景 以及社区绿美化的成果 也传达相关的农作知识与食安观念 毕竟自己种的食材 最健康也最安心 中佳新闻朱允嘉英哥报导